聽說像這個埋到海下的機裝 你把它焊成一個圓桶柱 聽說那個電焊工一般的六千 比較成熟的優質的技工一天兩萬 這個就是說 你看到如果一技再生 那個完全不一樣 所以這個產業 現在如果在臺灣 他能夠茁壯變大 將來對臺灣 我相信會變成一隻大腳 所以耐董認為 在我們現在的發展路上 因為從離岸風力發電的角度來講 水價基礎工程現在四季剛為主 然後中槓也有 然後塔架再到葉片 然後到這裡面的輪殼 這個就是我看包括鑄鐵的永冠在裡面 然後機艙罩 然後到上面的風機 那我齒輪箱都有 這個產業是大的 那我們如何讓這產業發展得更茁壯 所以說是全世界 單一樓層最高的就對了 至於你說 平安政府要怎麼推農 這個離婚 離婚 離婚 電 我剛才有說過 水架基礎現在我們重點在做 塔架我現在台中 我也在設置在做 塔桶去白色機 再來葉片天理也在做 輪口是永關在做 現在就發電機 心臟一個車的原因就對了 這個領主線都沒有在臺灣做 當然台灣也沒有共產鏈 所以政府已經要來扶持這個共產鏈 國磊西邊紙 美食台湖來臺灣設置 從這個維靈開始 維靈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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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靈路線一直做到一台風機完成 可以打開這個檔案的市場 再來 政府對這個國磊本土化 這個非常積極 非常積極 非常積極 因為他們一定都沒有什麼積極 再來你看 二十多年前 大家都離開臺灣 趙台陸去投資 對 等於留在臺灣 愛臺灣愛鄉 愛本土化這些人 修理這些人 沒有什麼補助 等於去台陸 現在有中美海貿易戰 要回到補助 政府還要補助利息多少 等於我們投資這麼多 政府利息一天都沒有補助 不怪我們常常說的 一直沒有成熟 沒有人跟他投資 因為這點要鼓勵一個 對 好 這個奈東講這個 其實很有道理 就是說原來跑出去的人 現在回來借錢 利息還可以少零點五趴 你原來在臺灣其實得到的注意 本來相對就少了 那這個產業其實 如果按照丹麥的發展的軌道來講 你看丹麥一個 現在他的離岸風力發電 你到丹麥機場 他整個那個風機在那邊繞 那這個無法想像 而且他能夠出口 那臺灣如果我們現在這個產業起來 我相信日本將來也可能要跟臺灣合作 南韓現在我們跑得比南韓快 所以這個是大產業 那對整個鋼鐵來講 我想大家經過這樣這一輪 慢慢起來以後 第一個四季鋼現在三百億了 三百億對你以後往前衝 當然就不一樣了 你以前如果三十億 叫你十三億也沒辦法 但是到三百億以後 你要往前跳 我相信就比較容易了 所以我跟很多朋友講 我說有一天四季鋼也超過一千年 所以你現在從三百努力一下 下次挑戰一千億 那你到一千億 你再把四季鋼電 周邊加一加 那個實力雄厚 對不對 所以我想這個對於奈董來講 下次你就變千億的大的鋼鐵大亨了 好